我不喜欢这种男生 就是他也 其实他是在拉顾客 你到我店来消费我 我这不就能有收入吗 但是这种暧昧的方式 你不喜欢 对 我就接受不了男生 你要说 我喜欢你 你过来看看我 咋地的 那也行 我感觉这男生说话挺长的 再来话 来啊 来看看我 我平常看看你 我不 我觉得不仅仅是发型师 有这方面的这种 就你们所讲的这种情况 对 那你看就像 就像你王哥 我们全人恋的导演 什么编导 能百分之八十都是女的 你说这王嫂能放心吗 这家这一个 老爷们儿扔的 这一个女人堆里头 对吧 王嫂放心哪 王嫂为什么放心呢 一个是心 你能捆住她 比捆啥都好使 再有兜里就拔块钱 你还能怎么做 对 对 所以说不仅仅 咱们不单纯去讲美发师的 这种问题 来 这是第一个短片 来看第二个短片 有人说到我这个年龄了 之前肯定出过很多的女朋友 其实我总共就出过三段恋爱 而且都不超过半年 第一段感情是出了半年 第二段感情是出了两个月 第三段感情也是出了半年 我认为出的下没有必要出那样时间 出一个月也是了解一月的她 你出一年也是了解一年的她 人总是在辫子 所以出的下没有必要出那段时间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 她是成熟稳重的女人 好不好看无所谓 我也不喜欢鲜花蜡烛 那样花脸胡哨的形式化的东西 我更喜欢拉着另一半的手 我们去看看美丽的风景 吃一吃没有尝试过的小吃 24号 丽江 你好 我在你短片里看到了爱情 你不喜欢爱情里花脸胡哨的东西 那是什么 就是表达爱的方式 比如说 比如说你给我送你花 还有给我送你项链的 戒指什么的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又比较实在 啥玩意算不实际的呢 比如说你摆了很多的那种 啥啥 蜡烛玫瑰 特别特别 场面特别大那种 有没有不喜欢这种仪式感的 三号 红曼 就是这种仪式感吧 我本身我就不是特别喜欢花的女孩子 就是你给我像五号广场 摆一堆这个那个的 我就觉得两个人感情好 不用在这上面体现 而且我这种性格 觉得我比较成熟 动不动如果身边有一个 我的对象给我整这么一出 动不动就整这么一出 我要有时候跟他逛街 我都得想 今天又是给我整哪出了 我觉得没有想起来 我觉得还有点压力感 对 我就觉得没啥意思 一号 大欣 那个我也不太喜欢那种 就是简简单单的 两个人出得好的话吧 过个两个人的小日子 回家做做饭 塞在布 偶尔看看电影啥的 扎扎骂花 很好的 那你说你表白一个女孩 你不得搞点仪式吗 你要是特别是要求这种吧 我觉得还也可以拿的 好像挺勉强 这是瞬间的 小伙子内心 其实是四个大字都能概括了 什么 被迫屈服 三号 洪曼 我觉得你是不是时间长 就是没交女朋友 有点就是有点着急 但是还有点胆怯 你还不确定 你到底想要找一个 什么样的女朋友 怎么样去相处 包括相处多长时间 然后大概的说 有个一定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 觉得他还不是特别明确 对 我真的觉得 你不怎么太明确 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感情 好 所以那个感情 我觉得那个洪曼 其实分析的还挺对的 就是又想找一个对象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又不想伤害姑娘 所以就一直在琢磨着女孩的心思 所以你会变得有点忧郁 是这样吗 还是有一点忧郁 因为啥 因为家里边 包括那个 就是家里会同学 就我们那个 那个囤子 就是相对来说 离婚率特别高 就是你了解的 他们都是因为什么离婚的呢 就是因为 有可能就是 年龄小 结婚早 对 就其实还不懂得 婚姻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就觉得 我也喜欢你 你瞅我星巴叉的 俩就结婚了 是吧 对 其实也着急 但是看着身边 结完又离了 多少还是有这种恐惧的 主要是你要相信 别人的婚姻 那是别人的婚姻 你已经准备好了 成熟了 可以找到一个很稳定的 这样的一个 很成熟的姑娘 走进稳定的婚姻了 是吧 行 谢谢燕姐 来 缘分天使 掌声送一下会儿 加油 一定会 7月9日